赵雅芝的儿子丽雅景田,竟成为《海太平洋2》最大赢家。 昨天,《海太平洋2》中美同步上映,这部景田出演的好莱坞大片,刚以上线就引起全网一篇吐槽。 然而看完此片,里面有类戏份很少的小帅哥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 原来,他就是赵雅芝的小儿子黄凯杰。 今天,赵雅芝儿子霸占了一天热搜,人气居高不下。 1987年出生的黄凯杰,是赵雅芝和黄锦最小的儿子。 黄凯杰,香港出生,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工商管理学本科,并取得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研究生学位。 高颜值学霸,近些年在娱乐圈十分吃香。 这次在欢太平洋二里,黄凯杰一口流利的英文让观众眼前一亮,他还大秀好身材,充满力量的公二投机,外加人鱼线和八块腹肌,引来不少粉丝尖叫。 电影一出,黄凯杰还成了许多迷妹的老公23333。 外国媒体都开始关注这位中国演员。 黄凯杰不愧是遗传了妈妈的好基因。 电影一出,黄凯杰引来无数粉丝的关注,微博下面也涌现一大波花痴粉丝为男神打call。 虽然这部电影口碑平平,但能哼出这么一位新二代,也算是粉丝的福利了吧。